嗨 大家好 我是方姐 今天就是昨天回来的到家的 今天忙着做饭嘛 今天睡了个懒觉 因为走路走的太多了 在布莱美累的呀 然后今天天气又不怎么好 我老公去上班了嘛 我要就是星期三才去上 在家呢煮了上周 包着剩下的饺子八个够吃了 然后呢买了上周五 在凯夫南买的圆骨头 但是没肉 跟国内不能比的 看这就是买的圆骨头 很脏啊 烧开出来给它烧了一下子 味道也挺大的 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怎么跟国内的不一样 然后我是上次从国内买的 寄到德国来的 我们公司嘛 快递公司就可以从国内寄到德国 德国寄到国内都可以 所以呢买了一点这个 然后呢 它这个圆骨头给它洗干净了之后 放在这个砂锅里头煮 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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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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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样子的 砂锅炖出来就是挺好的我感觉 水有点少 我再加一点水 我加这个是4.5升的 我老公说这个挺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挺好看的 是多少钱 100多还将近200块钱 这个砂锅 看看不错吧 我觉得还行吧 今天呢 我这里头放了一点水 又加了多一点油 不然的话它太干了 用的这个就是蒸烤箱的话 就是有一点这个问题 不像我们用的那种蒸笼 就是下面放的都是水的那种 用这种蒸烤箱还是有点不怎么懂 应该这个是 damp粉 对 30分钟第100度 我这次把底下也放了水 放在这个里头 希望能好吧 有 那还是对的 现在奇悟了 看不到里头东西 你看 模模糊糊的了 就蒸汽已经下来了 但是每次的时候呢 都要换新鲜的水 你要看一下 有的时候就算你每天换的新鲜的 有的时候它蒸的比较 快呀 用的水比较多 还是看一下这个水够不够 我觉得我个人的话 我每次蒸之前我都会看一下 以免没水了 就变成如果没有水的情况下 它就变成烤的了 看看 这个是我今天 我今天特地把里面放在水 哇塞 好多水 下面都是水 然后蒸了这个 这次蒸的应该很好 感觉应该不错 开始来吃晚饭了 端出来了不错 因为这次的话里头汁挺多的 上次干 结果是上次我忘了放油 它就是我捞的汤 这个锅就是好 我老公他不吃这个肥的 我喜欢吃 国内我喜欢吃骨头堡 骨头堡其实就是骨头堡里头放的 跟火锅一样 它这个不辣而已 然后它可以吃这个柏叶嘛 其实里头你看这个 我都已经煮了 它还是有点这个这个这个 颜色这个脏的东西 血呀 从骨髓里煮出来的 这是在康夫南里头买的 康夫南你要去的早的话会有 开吃喽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大骨头 大骨头 我老公不吃 正好 便宜了我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喜欢吃这种 大骨头里头这种肥肥的 Gooden Appetit Gooden Appetit 很好吃 外国人认为很肥嘛 其实我们不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认为有 特别是女的认为它有 胶原蛋白 这次我觉得真的是挺不错 因为多的话它就不会那么干 水也都要吃 好 这次我觉得真的是挺不错 因为多的话它就不会那么干 水也都要吃 汁也多一点 放了一点水在这个盆子里头 我们喜欢吃辣 所以放了五六个小米辣 很辣 这个白色的这个碟子 我是准备留着烤鱼 就是蒸鱼吃的 是在宜家里头买的 我感觉挺好的 刚好可以放了一条鱼 下次可以尝尝 蒸鱼是什么味道 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 我们要迫不及待赶紧吃起来 我要啃我的大骨头 因为我的吃相不好看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来个订阅好不好 在这里感谢你们 拜拜